好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室内的部分 那在户外呢 装容型疫情指挥中心有宣布 在山林 海滨这些空旷地方 确实维持社交距离就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是接下来呢 双十廉价加上五倍券效应 恐怕呢 有些景点人会蛮多的 所以屏东墾丁多数的半点跟旅宿业这边 都已经接近满房了 那肯管处预估说在墾丁海域这边 恐怕也会出现蛮多人潮的 为了防疫的考量 肯管处还是希望游客上岸之后 可以戴上口罩 海滨细水客好多 沙滩上散花一朵朵自防疫降级之后 屏东墾丁游客开始涌现 尤其上一次的中秋廉价游客更是爆亮 逛墾丁大街的满满满 入口处出了石炼制 还有人现场宣导 不过现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说 在森林海滨等空旷地方 确实维持社交距离就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是肯管处忧心即将到来的 国庆连假 毕竟游客来自全台各地 人一多要维持安全距离不容易 对于肯管出了建议 当地业者都举双手赞成 我们还是认为说要戴上口罩比较安全 因为无症状感染者不确定 疫情严峻期间 墾丁地区的饭店 民宿 店家跟摊贩 业绩惨淡 常常都是挂邻 挺过了艰苦的防疫期 大家很怕游客潮带进病毒 所以请要到墾丁游玩的 还是要遵守当地的规定 华视新闻周末和邱军平 陈信仁 屏东报导